严亚伦跨足歌坛综艺 在演艺圈表现亮眼 经常在网上分享个人看法的他 因为直率作丰收到许多粉丝喜爱 不过近日他在脸书上抒发心情 却无预警遭到官方禁言 严亚伦日前分享自己看了一篇新闻 内容提到脸书现在剩老年人在用 年轻人纷纷转战其他两种社群软体 不过该议题却没有任何数据佐证 让严亚伦在留言处反驳并抒发个人意见 接电写下还是你们别用脸书发新闻 好好奇这种新闻不断报道的意义是什么 意图使大家对立 不过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无法留言 便怀疑自己遭到封锁禁言 让他无奈表示下面一堆色情广告不禁禁我 话题引起大批网友留言讨论 对此新闻小编也澄清 表示并未封锁任何悲情色留言 而严亚伦事后也颇文表示 无法在别人的页面留言了厉害了 表达自己的满满无奈